前段时间,林志玲因为反台复出被传婚变,好在过了几日,老公黑泽良平也从日本赶回台湾,但采访的基准们是看热闹不嫌是但,问他但不担心国民姐夫的称号被拒俊也抢走,他说,这个称号是大家对他们爱情的祝福,自己完全不介意,这个回答钻石分得体了。 回想黑泽良平和林志玲大婚时,就是因为他会说话给大家留下了一个好印象,当时是在林志玲的婚后party上,小S想搞气氛,于是对新郎做了一些大胆的举动,不过志玲姐姐的性格大家都懂,不希望太疯,于是黑泽十分有礼貌地对小S说,人生不需要做这么太辛苦的事情,这句话既没有让小S下不来台,还会让人觉得他十分暖心,是在安慰小S,之后派对结束, 嘉宾都在让他们加油,小S又起哄说,让黑泽良平不要喝醉,说不定今晚会受孕,黑泽良平仍然十分体面地回应,爱是不用加油的,我已经有小孩了,就是志玲啊,真的很有智慧很绅士,所以即便林志玲嫁给黑泽良平很多人不满意,也有不少人因为这几句对话被黑泽圈粉。 其实说起来,黑泽的经历和人品语句俊叶十分相似,两个人都是当之无愧的国民姐夫,只不过近些年来黑泽一直在日本活动,大家对他知之甚少,但仔细扒一扒他的过去,会发现他也是一个绅士,温柔的男人,娱乐矿工,玩你不知道的料。 今天我们就来深入了解一下黑泽良平,黑泽良平表面看起来有些其貌不扬,年龄偏大,但实际上他比志玲姐姐还要小上七岁,1981年他出生在日本神奈川县大和室,家庭算不上大富大贵,但也是绝对的小资,从小黑泽就学足球,因为修长的身形,在足球场上非常亮眼,不过中学时期的他看起来非常乖巧,也没有形成现在粗犷的气质。 上大学时候家里人把黑泽良平送去了英国读书,没以为会走职业足球运动员的道路,但到国外后他爱上了街舞,那个时候黑泽其实很迷茫,见识到太多优秀的人,认为自己足球的水平远不够成为职业,好在遇到了舞蹈让他变得开朗,那个时候舞者在日本演艺圈的地位并不高,但黑泽良平还是回到东京寻找机会。 第一份工作,他在日本的EXX担任舞蹈教师,专门培养演艺人员的舞蹈能力,俗话说是金字总会发光的,没过多久,日本资深大型演唱团体组合,EXX放浪兄弟就找上门来,如果说酷龙是韩国男团的鼻祖,那放浪兄弟在日本男团的地位,可以与酷龙比肩。 放浪兄弟出道至今,有21年且人数众多,分为一弹幕,二弹幕,三弹幕等等,黑泽所处是二弹幕,在团内是大前辈,而且他们团最为出名,无论是民间喜爱度还是金曲创作术,都是国民级别,话说回来放浪兄弟的外形都比较粗犷,所以又叫民工团。 但黑泽作为团内的年纪较小的那位,外表和内心完全不符,同组合的成员在接受采访提到他时,总是形容他温柔靠谱,有贼韧感,明明年纪小却承担了很多,鼓励他好好录影,结果听到鼓励的黑泽良平就感动到哭了,真的是内心十分柔软的一个人。 温柔如剧俊叶,会给大S制作歌曲,在身上刺对方的纹身,还会为妻子做饭,黑泽相比于剧俊叶则会更腼腆一点, 他的初恋曾接受采访谈论到他,总结恋爱时的感觉就是特别温柔,温柔到你有希望他能够man一点,黑泽自己提到初恋时,还讲述了一个故事,说他想要牵对方的手,但因为害羞不敢牵,犹豫到最后竟然掉进口里,女方发现后,他又为了维持形象,从口里爬出来耍帅,因为温柔到有些蠢了,所以喜欢他的粉丝,还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大傻,虽然傻傻的,但通过他应对小S制作, 的一些话也能看出,他情商非常高,非常会处理容易让人尴尬的场面,其他的方式让人如沐春风,早前黑泽良平上过一档日本的整股类综艺节目,对日本整股节目月至一二的应该都知道,节目常常会涉及一些出人意料的桥段,目的甚至是让一人出丑,当时节目就安排了一个熊孩子,和黑泽良平见面,熊孩子先是故意叫错了黑泽的名字,但黑泽良平并没有生气,而且还很温柔地告诉你, 黑泽良平的真实名字,接着熊孩子又刁难他做一些动作,面对小男孩的请求,黑泽都一一照做,但他并不是摸不开面子的言听计从,只要对方触碰到原则问题,他就会拿回主动权,比如熊孩子让他闻自己腋下,他就拒绝了,并且立刻表情严肃告诉对方,这样的行为不礼貌,后来熊孩子又拿出一条蛇吓黑泽 蛇是黑泽良平害怕的动物,因此刚看到蛇的时候他被吓了一跳,但平复心情后还是和男孩互动,场面温馨,并且成绩擦去了刚被吓到蛇撒在地上的咖啡,这种细心和讲礼貌的程度,是圈内很多艺人都做不到的,特别是记得擦地上的咖啡,对于习惯了助理伺候的明星来说,黑泽良平下意识的动作验证了他良好的教养, 在节目上如此,可能会有人说为了人设之类,但与黑泽良平相处了几十年的好友也评价他,平常就是特别完美温柔的人,对待对友恋人朋友是如此,连媒体粉丝也不例外,剧俊叶也是出了名的宠粉狂魔,骷龙解散多年,他仍然和粉丝聚会,连台北的粉丝也没有失去联系,黑泽良平同样没有明星架子,14年黑泽良平到台湾宣传影视剧,当下飞机就碰到很多来接机的粉丝, 他立马就用刚学的中文温柔地问大家,累不累,玩得开不开心,那次宣传还遇到大雨,因为是室外采访,黑泽又立马主动喊停,亲自组织记者朋友赶快转移到室内躲雨,包括这次跟随林志玲来到台湾,他用一口流利的中文回答记者的问题,用滴水不漏的言语,粉碎了和妻子感情不合的传闻,除了人品可以和聚俊叶一战,黑泽良平的个人魅力实际上也不遑多让,前面说过, 黑泽良平曾踩点踢足球踢进国家队,18岁开始学街舞,也很快在日本打响名声,黑泽良平的舞蹈野性十足,和他的外表一样,粗广张扬,但表达情感时又十分细腻,就像他外表和内心的反差,众所周知,聚俊叶也是条街舞出身,当初在韩国和舞王瑞恩PK,也要让对方叫一声前辈的, 不知道把季俊叶和黑泽良平放一个舞台上让他们掰头,又会是怎样的一番光景呢? 除了舞蹈,黑泽良平也有着非凡的时尚品味,是奢侈品秀场的宠儿,185的身高轻易就能撑起男穿的各色西装,因为气质突出,连日本男性特有的长发也不会让人感到油腻,反而透出一股不羁来,能够支撑起这些遗父,当然和黑泽良平长期自律健身有关,38岁的他至今每天坚持健身至少一个小时, 这一点是不是也和聚俊叶重合了呢?2018年林志玲和严承旭彻底断练,然后和黑泽良平走在了一起,之后就是闪分,但实际上两个人在此时已经相识了八年,关于黑泽良平的人品,林志玲应该是很了解的,再来看看他们在一起后到底经历了什么? 林志玲曾在自己的书中透露,和黑泽良平在一起时,自己祖母去世,第一时间联系的就是黑泽良平,虽然林志玲没有写明,当时黑泽良平跟她说了什么,但是一直哭的林志玲在她的安慰下睡着了,就足以说明黑泽良平对待林志玲的事情十分认真,并且林志玲第二天早上醒的时候,还发现对方的电话一直没有挂断,如此暖心,也难怪林志玲这么爱了,两个人结婚后,外界一直传, 黑泽良平家逼林志玲赶快生小孩,实际上黑泽良平本人对待生小孩这件事,并不那么着急,而且心疼老婆高龄背影,表示不生也可以,但林志玲自己的心愿,就是结婚后生个小孩,所以非常努力,孩子生下来之后,黑泽良平心疼妻子如此努力,为了让妻子的身体赶快好起来,甚至自己学会了煲汤,而林志玲为了生下孩子,也确实经历了一段低潮期, 甚至患上产后抑郁症,黑泽良平为了给她缓解焦虑,每天陪伴她聊天谈心,晚上的时候手握着手祷告,才让她慢慢走出低潮,当初林志玲和黑泽良平结婚,大多数人都骂林志玲嫁给了日本人,但蒋方舟却说嫁得多好,黑泽良平又温柔又绅士,嫁给了绝世好男人,黑泽良平出道以来几乎零差评,几乎可以和剧俊叶打擂台了, 如今两人齐居台北,不知道之后有没有合作的可能,无论如何,祝福大S和林志玲,他们都找到了一个好丈夫,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,如果喜欢不妨点个订阅,记得点亮小铃铛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